我們一般年度預算來講的話 台南高雄補助都是六度的前一名跟二名 第二名 還有前三補助款的部分 他們台南跟高雄也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還有他也在講說 現在中央政府給我們盧秀燕政府的團隊 比林佳龍前市長的團隊還要多 其實這反過來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 這樣可能是林佳龍前是因為他要思考人員不好 連跟我們政黨擠就不會給他 看盧秀燕市長多會做人 給你給的比較多 其實要跟中央政府講一下 林佳龍真的人緣很差 所以給錢給的少 幸好現在是盧秀燕市長執政 我們台中給的預算還多 來 談談一下我們出訪的事情 其實台中現在要邁向國際化的都市 接近要285萬 未來可能城市治理好一點 賣入300萬都有可能 也是指日可待的 但是這個 這個中間285萬 中間要300萬人口的都市 未來要怎麼整個 要怎麼治理 其實不只只有綠美圖 還有我們的會展中心 落成啟用 未來要怎麼經營 包括我們巨彈 整個未來的落成 包括西港鼎鼎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海空港 我們台中市的機場 過去離任嘉隆的時代 好大使公公台中國際機場 但是台中的這個機場 到底有多少航班來 它的容量能夠真的是 能夠變成是國際化嗎 其實要去思考的 整個機場的整個一個航站的開發 航班的引進 其實這對台中市是非常重要 管理局也經常在店頭 其實你要去旅客 大家都知道 這個機場要提供多少 附近我們中部民眾出入 包括我們的台中港的部分 這都是要去旅客 走去旅客的 所以說去廚房到鄰近 比較國際化的城市 去旅客去參觀 去那裡嚇人探討 包括我們去吸收別人的一些 其他的經驗 這是一定要做的 當然 頭到我們陳雅惠議員 我就說市長 你們這個團隊要 要時常的出國 其實這是有需要的 因為國際化的聲音 看人家怎麼進步 怎麼整個 這是客不攏返的 市長 你的看法 報告議員 那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子 因為過去不管哪個城市 都有年度的出訪的一個必要性 那可是因為我們前三年 的確是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所以耽誤了 那沒有關係 我上次有接受媒體訪問 比如說我們會加快進度 會補進度 那所以呢 我也跟大家報告說 今年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城市 或是國家的一個交流 那所以呢 要請議員繼續給我們指導 那剛才也有議員建議說 那除了我們這些 我們有27個姐妹城市 13個友好城市 因為它是不一樣的 那也有把 包括提到紐西蘭等等 我們都會列入這個研究 跟思考 謝謝 你今年都應該還有一些出國的 一些價位 應該要好好的思考 未來一些引進其他城市的一些規劃 禮拜跟台東市 我們好好來規劃 從台東市 然後邁入整個未來 朝三百萬人口的都市來規劃 另外一些交通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要注意 因為除了交通要好以外 停車的部分 也一定要趕快來規劃 在這裡交通要 一再跟你拜託 跟 要好好去規劃 稅務新村的停車場 那個公園現在 國有的已經 變得給我們代管了 未來我也是 你探討過幾次 稅務新村的停車場 你現在目前的 一個進行進度怎麼樣 是 跟議座報告 上次也是議座在協助這個部分 所以後來 建設局也把這個稅務新村 後來用無償的 不用到市府 那我們目前在跟 這個國產署在討論 就是聯合僻建的可能性 因為畢竟他是要做 地下的停車 才比較有可能 因為是公園用地 所以這塊 我在確認這個 實際進度之後 再跟議座做回報 麻煩再加緊腳步好不好 再麻煩交通局 還有其他的一些地下停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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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